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就是外围跟中国这方面都有利好因素夹击港股 港股走势在12月会不会不会太差呢 首先关注的就是外围方面 即鲍威尔昨天在讲话中是正面回应 可能会减慢加息的步伐 那下次的加息幅度可能只有0.5厘之后 再有更多的联储局官员也是表示 可能在今个月会放慢加息的步伐 联储局副主席巴尔就指出了 可能在本月中的议席会议当中是放慢加息 但是他就强调压低通胀的工作是没有完成 仍然需要是继续来到调高利率 并把利率保持在一个高位一段时间 确保通胀是回落至2%的一个目标水平 联储局的理事鲍曼也是指出 这个美国通胀仍然高企 相信偏紧的这个货币政策 还需要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加息步伐会放慢 是不是基本可以确认成为一个市场的一个共识呢 Daniel 应该是的 其实这个说法跟11月初的时候 联储局的议席结果出来之后 那个说法其实差不多的 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说法 当时也是说未来一两次的议席会议 应该会减慢加息的步伐 但是因为上周或者是过去一周多 有一些人手续官员的言论 有给市场一点偏硬的这种的感觉 觉得12月的议席会议 也可能保持一个加息45亿的这个水平 所以当时候市场可能会有些波动 或者对于加息预期有点的反复 不过主席出来的这个说法呢 应该能够令市场这个预期的 回到这个加息50个点子 这方面比较偏格派 比较偏利好股市的这种的预期 所以目前我看市场应该对于 本月份的加息的一个幅度 应该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的预期 关键的就是什么时候 利率会坚定 这个真的是说不准 未来还是要看美国的通胀数据 跟就业数据 这个可能联储局官员 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路径图吧 未来还是所谓的data dependence 需要看这些经济的数据 不过这个因素呢 在今年以来 美国大幅的加息 就是困扰港股 以及全球的股市 但是现在终于差不多可以确定 加息部分开始翻簧 应该还是比较利好港股 这个是其中一个领导港股 能够反复往上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其实我们看到 本月人主持放慢这个步伐 加息50个点子 应该是大概率的事情了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利率期货 也是显示出 有八成是觉得这个会加息50个点子 那现在投资者可能更关注的 就是目前的高利率货币紧缩的政策 到底还需要维持多久呢 是下半年或是一年两年 会不会更长一点呢 那想请问一下Daniel 对于这个全球资产 可以会带来哪一些的冲击 如果在一个高息的环境之下呢 目前呢 市场普遍的预期都是在明年 可能3月份或者是5月份 美国的加息就会 这个加息周期结束了 但是不再加息 就不代表立刻会减息 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 到时候这个利率维持在高位 多长时间 什么时候才进入一个减息的周期 比较乐观的可能就预期 明年的年底之前 就可以开始减息 但是这个也是要看 通胀回落的程度有多大 还有就是看美国的一个经济衰退 是不是真的陷入衰退 衰退的程度有多深等等 这个演示还并不是很明朗的 这个对于股市的影响呢 如果利率比较早已经坚顶 比如说在明年3月份 已经是最后一期的加息 相信对于全球的股市 应该还是带来一些支持的 不过如果在5月份 还是需要再加息上去的话 可能投机姐就会 可能有点担心了 一方面通胀还没有压下去 同时美国到时候可能 已经差不多进入衰退 所以面对这种智障的环境 到时候股票市场可能会有多一些的震荡 市场就憧憬这个加息步伐会放缓 也是令到美元有所回暖 之前美元一直在强势 是不是已经可以预见说已经见顶了呢 那随着这个美联储 未来加息步伐的一个放缓 资金会不会重新流露一些新兴市场呢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的 美元的一个强弱 对于新兴市场的一个激进的流向 近年以来的新兴市场 普遍也是受到一个激进流出的一个影响吧 特别是中国市场 也是面对比较大的 这种的一个机场价格下跌的压力 但是最近一个月 看到美元从高位回落 市场对于美国加息的预期 也逐步的降温 这个应该也是令到美元走势呢 维持这个反复回落的这种态势吧 对于新兴市场普遍是比较正面的 不过这个是这个总体来看 新兴市场的一个激进流入 不过个别的新兴市场 也要留意他们本身的这个 稳健的程度 财务状况等等 因为美国的利率呢 应该还是维持在相对高的水平一段时间 所以一些负债比较高 美元负债比较高的这个新兴国家 甚至是一些企业 可能还是面对比较高的一个财务开支的压力 这个是留意的 刚才讲到整体大事都是奇吻回升 除了这个外围因素影响之外 还有就是中国方面 在个防疫政策方面 也是有一些利好的松绑的消息传出来 比如说这个国家卫健委召开座谈会当中 就提到中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式新任务 且会在不再提及这个动态清零的这个政策 与此同时呢 目前也有多个中国主要的城市 比如说这个广州啊 成都啊 北京 深圳 重庆等等 纷纷是宣布一定程度上是放宽这个防疫的措施 那从二十大召开之前啊 市场就一直在憧憬 这个内地防疫会逐步的来到放宽 但是二十大之后呢 人民日报是连发三篇评论文章 也是重申这个动态清零不动摇 也是令到市场对于防疫放宽的这个预期 是有所落空的 那这一次呢 中央在字眼上没有再提及这个动态清零啊 会不会真的就像外界分析那样 这一次或许是中国防疫政策转向的一个重大信号呢 最近一个人已经逐步看到 这种防疫政策所谓的优化这种的方向 但是是不是很快就会大幅的放话呢 甚至是撤烧这种动态清零的政策呢 看来是几率不大的 看来还是这个逐步的调整的 这个几率比较高 特别是现在是冬季 这对投机者也许或者会比较担心 这个病毒的传播还是比较严重 可能要等到春节过后呢 这是人群这个密集的一个最高峰的时候过去 到时候才开始多一些 对于防疫政策进一步优化的冲击 目前市场也是会预期在明年三月份以后 两会以后 这个政策的优化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目前投机者应该会比较平靡去炒作这种 开放放放选政策的这种概念 但是这种概念也并不会一举都在炒的 可能有时候看到一些确诊数字又在回顺 或者官方或者是官媒一些 比较倾向还是动态清零这种政策 重申这种政策的言论出来 这种概念果还是会有些的回调震荡 所以未来的一两个季度的这种概念股 可能是旅游 航空 餐饮 消费等等 可能是维持一个反复走高这种情况 但是途中应该会有比较大的波动的 没错 这个疫情如果能够放宽的话 相关的板块可能是最受惠的 那回归到板块当中 大事当中 我们看到股市当中最不明朗的两大因素 刚才提及了外有这个美国加息 内有这个防疫的政策 那现在两方面都有一个比较积极的迹象 在缓和当中 那港股恒指更在昨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重建了19000点 今天虽然稍微有所回暖 但是目前的这个跌幅也不深 只有13点的这样一个跌幅 那目前是报在18722点 下跌是0点 不足0.1 那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金额 今天就有所萎缩了 目前只有877亿元 那进入到12月份 想请问一下Daniel了 整体这个投机气氛 是不是在好转当中呢 怎么看这种情绪上的转变 给港股后市带来的一个影响呢 气氛明显是好转呢 在10月底这个最恐犯的时候已经过去 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 美国的加息油率降温内地的房地产政策优化之外 这个内地的对房地产政策的多次的出手去支持呢 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因为房地产政策在过往一年多 也是一个拖累经济的这个其中一个因素呢 一个房地产疲弱 很多板块 很多的一个工业 行业都受到拖累 但是最近对于这种房地产的政策的变为支持呢 对于这种宏观经济的复苏的预期应该是有帮助的 所以对港股的一个支持呢 其实这几三大因素也是有关系 这三大因素本来在今年一直以来都是拖累大事的因素 但是最近都看到一些好转的迹象呢 所以未来可能一两个季度吧 对于这种政策的支持 或者是一些负面因素的逐步的换合 应该可以令到港股的维持这个固执 往上问候重股的这种叙事 我们看到12月 昨天是12月的第一个交易天 港股是一局占上了这19,000点这样的水平 来到12月另外值得关注的 还有就是这个12月中旬 中国经济会议会召开 那可能会有更多经济措施出台来到憧憬 那一些长线的资金会不会趁机来到陆市呢 令到横止挑战更高的一个水平呢 在这个点位上 Daniel您是怎么看的呢 在年底之前相信一些机构投资者还是会多一些买入港股吧 因为之前港股依据的跑速很多负面因素所拖累 大部分的基金的仓位应该还是比较偏低在这个中港股市的一个持仓 所以目前大部分的机构投资者还是偏低的仓位的话 但是看到一些比较正面的因素发展 刚才提到的三大因素应该令到他们的期仓 应该会逐步的增加吧 特别是在年底之前 一方面可能会趁这个港股的气氛好转 去坠入一些股份去争取表现 另外一方面可能也会给他们的基金的投资者看到 这个对于中港股市的起仓也并不是太过低 因为现在投资者对于中港股市的看法 应该变得比之前乐观了一些 所以如果基金还是持有太过偏低的仓位的话 可能也并不是很受欢迎吧 那如果是乐观的这样一个情绪的话 您觉得恒指可以上望多少呢 哪一个位置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阻力呢 阻力位呢 其实昨天的高位也差不多就碰到的 这个大概是在19,400这个水平 我相信是比较大的阻力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年初以来的一个下降轨 现在这个降轨的阻力大概就是在19,400 同时呢 昨天也看到恒指的9天RSI 升到70以上是一个超买区 那么过去一年多呢 9天RSI升到70以上呢 很多时候呢 差不多每次都会看到一些短线的回调的 这一次看来也并不例外 目前回调的支持呢 我看比较大的支持应该是在18,000 同时是10天线的所在 那么整顾之后呢 应该在年底之前还是有机会 再算充19,400 甚至是更加乐观的话 可能算是以下2万点这个关口 但是说要进一步往上的话呢 应该还需要到明年一季度吧 所以整体对于后市是乐观 不过呢 反弹过后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 回调的这样一个风险了 那刚才提到这个内地啊 多地是优化这个防控措施 利好一些板块 那很明显的利好的板块就有豪赌股了 豪赌股已经是连涨多天了 目前看到美高煤再涨6% 永利澳门再涨将近5% 一线的这个豪赌股 都是有个不错的涨幅 昨天我们看到公布的一些 11月赌收的数据 也是不及市场预期 但是也拦理这些数据不及预期了 也是令到今天豪赌股 还是继续的涨幅 但是机构就称在恢复旅行团 以及内地防控措施 进一步优化之下 以及更新这个赌牌的 正面消息影响之下 有利于这个市场情绪 并且推动博菜行业行业 是复苏的一个预期 那想请问一下Daniel 对于这个豪赌股板块 是不是迎来一个价值修复期呢 最黑暗的时期是已经过了呢 最黑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这个应该是挺可以肯定的 但是这个浮速的力度有多大 这个还是比较关键 目前股价的最近一轮反弹 应该都反映了挺多利好因素的 赌牌方面都是明朗化 但是对于法律政策 这什么时候大规模的放荒 能够令到一个赌客 明显去回到澳门去拨彩 这个是比较不明朗 可能比较快的就是刚才说的 明年二季度吧 这种这个法律政策 比较明显的放荒的预期 到时候对于这个基本面方面 拨彩收入方面 有比较大的推动 不过未来一两个月 可能对于这种憧憬的变化 还是比较多的 比较反复的 股价大部分 好多股价都升到年初 或者是去年四季度的一些 反弹的高位 看来在这个水平 还是会有多一些回调的压力 所以目前看到整个板块起飞 也还是不宜斩首是吗 对的对的 我看比较选顺的 还是先观望吧 甚至是如果是有货的话 可以趁高先减去一些 再观望回调的时候 再考虑去补回一些仓位吧 好明白 那这一时段也差不多了 先休息一会 回来之后再跟等你一起聊 by bwd6